安播足球快信 2021年3月13日 星期六晚上,英超赛事好戏连场,其中较早开波有一场,列斯联主场迎战车路士。各位可以登入M直播,收看这场比赛的赛事直播。 列斯联近期频频遭遇敗仗,黑马色彩,似乎退去得所性无几,反观车仔,在换税之后走上康庄大道,现在已经从反争夺欧贯资格的有利位置,此消比场之下,下军金铺在下一城乃大势所趋。 最近的列斯联,经历着今季最低谷,自从舒比亚仙奴开始计起,过去五轮输足四场,仅仅在对阵状态,比自己更差的修咸顿,先有胜仗。 从这几场的比数可以看出,比以沙来来去去那几道板斧,已经被众多对手试破,输比狼队,亚士东维拉,和韦斯咸的三场无法破门。 头号射手,班福特入波效率也都有所下滑,白玫瑰,季初被人印象深刻大开大合,的攻守套路不在奏后。 幸好以目前积分离体,列斯联基本可以认为是完成这个赛季,最起码的护级任务,至于想回到勾战资格竞争行列。 老实说超过双位数的积分差距,要抹平根本就是车网。 所以赛季最后11场比赛,比以沙最应该做的工作,就应该是尝试更多战术, 和考察队员,谁舍值得留下来,或者要被舍弃,以便下个赛季有些作为。 一月底入主车路士以来,导查对球队的改头换面程度,大家有目共睹。 从改变阵营入手,过去这11场比赛,主踢三中坚不再是433, 简直就是当年干地带队,夺冠的风格,这个最大化释放了中场灵魂简敌, 被他重新回到个人最熟悉,的中场屏障位置, 不是好似之前一段长时间,这样模糊不清的角色。 或者整体进攻方面效率不及林柏特在任时这样, 经常单场攻入三、四个波。 不过相比起一场长的入波盛宴,令观众大呼过瘾, 相信车路士全队上下,还有球迷更愿意他们稳定赢波, 只需要美神莫特、迪武还拿、佐真奴废路等中前场主力, 合力军场斩获两个波的水准就得。 留意过去11场各项赛事,车仔豪取八胜三和, 总共紧失两个波,而且其中一个失球, 仍是鲁迪加不慎自摆乌弄, 禁低失球率,确实令勇等感到惊叹, 而排名亦由第九升到第四。 看着增勾冠形势紧张,车路士是多赛一场情况下, 只是领先韦斯咸两分,后面还有爱华顿, 热刺等对虎视眈眈。 趁着遇上有把握拿完三分的对手, 预计车路士不会怠慢, 特别是列斯联近期进攻火力顿发。 回顾双方手循环交锋, 车路士在控球率,全球成功率,突破次数, 都落于下风的情况下, 全场射门次数23比8摇摇领先, 角球数8比4, 不难看出白玫瑰的防线几这么容易拆穿, 结果车仔赢3比1,逆合情合理。 回到当下, 双方实力差距进一步拉大, 胜负原念也不会太大。 在阵容方面, 列斯联后卫士道尔克, 中场香南迪斯, 同科索维养商被战。 至于车路士方面, 前锋谈美亚巴谦, 同后维泰亚高斯华, 因商高挂面战牌。 你听着的是安波足球快讯, 记住订阅我们的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